为绝世美人 她寻着身影找去 只见那个女人害羞地躲了起来 国王乐乐 以为女人在玩语情故纵的把戏 于是便返回城堡 亲自教学了一个礼物 由管家送了过去 但女人并没有打开房门 而是让管家将礼物放在传送带的篮子里 再经由传送带交到手中 然而这拥有天类之鹰的女人 却长着一双长满皱纹的双手 显然女人并不是妙龄少女 而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朵拉和她的妹妹莎拉 朵拉将项链戴在脖子上 对着镜子开始显摆起来 甚至不愿给妹妹碰一下 到了晚上 国王亲自赶了过来 想要目睹美人的容貌 正当妹妹打算告诉国王实情时 却被朵拉一把阻止 她想借此机会 坐上王后之位 但谎称自己是个贫困姑娘 低贱的身份配不上国王 这让国王更想一堵真容 朵拉趁机摆弄起娇羞的姿态 让国王下个礼拜再来 到时候自己会将身体的一部分给她欣赏 只是一根手指而已 国王背着一手丸的欲罢不能 但还是答应了朵拉的要求 等到国王走后 朵拉开始想办法 让自己的手指变得好看 她不断倾洗着手指 再将胶水涂在上面 最后用纱布一圈圈的包裹起来 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手指变得光滑 然而一周后 等她拆开纱布一看时 手指非但没有变得光滑 皱纹反倒是变多了 就在这时 房门被敲响了 这个男人敲响了房门 想要目睹房间里的美人 然而房间里的却是两个 长满皱纹的老太婆 眼看就要到对线承诺的时候 朵拉想到妹妹经常舔手指 于是便抓起她的手指 通过门上的门洞伸了出去 国王一见是美女的手指 便疯狂地瞬息起来 她根本没察觉到 这是老太婆的手指 渐渐的 但不满足于吸手指 她让朵拉打开门 自己要好好抱抱她 朵拉顺时说道 自己愿意将处女之身献给她 但王宫里不能有一点亮光 国王色迷心翘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等到国王走后 她用胶水涂变全身 趁着夜色 跟随管家前往王宫 而家里的妹妹 则在为朵拉不断地祈祷 躺在床上彻夜难眠 第二天清晨 国王好奇美人的长相 拿着蜡烛仔细地端向了一番 结果却发现竟是个丑陋的老太婆 国王被吓到了 感觉到了恶心 赶忙叫来卫兵 将朵拉连同床单 从窗户扔了出去 好在下落过程中 床单挂在了树上 这才救下了朵拉一命 就在这时 一个路过的女巫婆发现了她 并救下了她 女巫见她可怜 给她喂下了自己的奶水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朵拉的皮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曾经那个丑陋无比的老太婆 竟变成了妙龄少女 好巧不巧 国王在这时外出打猎 在追寻一头野猪时 碰巧发现了一个 光着身子的妙龄少女 殊不知此人 正是被国王扔下的朵拉 国王立刻被少女卖妙的身姿所吸引 将少女带回王宫 并育为王后 当天便举行了婚礼 而在家苦苦等待的妹妹 却在这时收到了王后的结婚邀请 她换好衣服 跟随管家来到王宫 在这里 权贵们齐聚一堂 而妹妹则在不停地寻找朵拉的下落 直到王后从她的身边擦肩而过 她都没能认出此人就是朵拉 正当她坐在一旁打算放弃时 一个声音叫住了她 你敢相信吗 这两个女人竟然是姐妹 一个长得貌美如花 一个长得奇丑无比 怎么看都不像一对姐妹 但事实往往是相反的 姐姐朵拉向妹妹表明了身份 妹妹是羡慕不已 不断地向大厅里的权贵们炫耀 自己的姐姐是王后 但并没有人相信她 都以为她是个疯婆子 宴会结束后 妹妹却来在王宫不想走 王后害怕事情暴露 强行赶走了朵拉 可谁知妹妹又折返了回来 甚至闯进了她的卧室 妹妹十分羡慕朵拉的生活 她询问朵拉变年轻的方法 在妹妹不断地逼问下 朵拉随便找个理由告诉她 只要将皮剧掉就能变年轻 妹妹信以为真 她想要留在朵拉身边 于是她找到理发师 询问对方能不能帮自己剥皮 理发师以为沙拉有精神病 选说她赶紧回家 沙拉精神恍惚地继续向前走 遇到马夫也向前询问 能不能帮自己剥皮 还说自己愿意付钱给她 说完便将珠宝交给了马夫 马夫才迷心窍 于是便答应了她 她将沙拉带到一个无人的森林深处 开始打磨起她的小刀 眼看自己马上就能变年轻了 沙拉完成了剥皮 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沙拉拖着满身嗜血的身子 行走在大街上 人们见了她 都被吓得后退三尺 然而她不顾一切 淡定地走向王宫 与自己的姐姐会合去了 而另一边 朵拉身上的魔法开始消失 她的身子渐渐地恢复原样 她害怕被国王发现 于是便逃出了王宫 孤独地过完了一生 本片选自故事的故事里的一段小故事 告诉了我们 人的欲望是无限大的 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点赞关注加三连 咱们下期再见